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我們今天是講Will Account 剛才叫做強行 完了第一步 已經不是很糟糕了 因為第二步真的是更加精彩 其實是不是又好像神明的話 那些又轉了雜誌 又重新再開過 是的 轉了雜誌之後 又有個故事好像由頭開過 但是不知道這些故事好像轉了雜誌也沒有很下場 反而如果你剛才上一節用要聽神明的話來比較 起碼要聽神明的話是有些變化的 第二步再開是有些變化 但是這裡第二步再開是真的 玩回同一樣東西 而且它的講解和程序都一模一樣 他可能想給你一些記事感 但要聽神明的話 其實第二步的故事是第一步的後面 它是另一個人的同一個時間 平衡時間裏面的另一間學校發分的事實 另一天人 因為這裡也似乎是另一個伺服 但時間也是同步 其實像小妹所說 第二步一開始 哥哥 進入了他的遊戲裡面 他也是遇到有1萬個人在 然後有一個人被殺了 知道原來被你追蹤那個人死了你都會死 然後被你追蹤 其實這遊戲完全一樣 但我看著如果你想做到同一個世界的話 我就會希望哥哥和弟弟看到的所有畫面都是一樣的 可能你畫過分鏡是不同的 但做不到在同一個世界 因為你一萬個人是哥哥看不到弟弟很合理的 但你們在同一個世界看到的東西不同的話 就有點不合理 開麥克風之前說 冰姿他們就說 其實可能他們是兩個伺服器 這個不算是什麼Bub來的 不是Bub 但你會覺得那件事很古怪的 因為初初是說 那個弟弟以為自己害死的大哥才去假裝他 但是呢 去到第二步的時候 原來他的大哥就沒有人死 但是呢 他在網上說是假裝他弟弟 他不是假裝他弟弟 他失了一億的 他撞車的時候 因為這樣有弟弟認為自己是柏木桶 所以醫院當然以為這個是柏木桶 那你讓他送他回家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送了另一家人 就向井 這個真的很噩咎 就是你出了意外 就是Touchwood 你出了意外 然後就進去醫院 到你好返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家裡又不見了 那些人又不會找你 但有另一家人就說 可以了 你來我們 那些閻緣員跟你說 那些閻緣員跟你說 你兒子死了 你不要找他 但是你又會覺得 是死了 你應該沒有見過那條屍 我不是回我自己的家 我不是回我自己的家 是對的 他是對的 不是 柏木家是有幫他做火法 還有那些儀式 全部都有做伯師 他做伯金是收齊的 因為 是不是欺負寶典金 所以不要用回自己的名字 欺負寶典金 如果那條屍出回來 那我就要退飛 那就是把兒子送到別人家 就跟兒子和女兒說 你哥哥死了 另一個位置就是 為什麼哥哥會繼續 用紅馬這個名字呢 就是因為他撞完車 就不去實讀 你說我是紅馬 我就是了 有空信說他是紅馬 那些家庭是跟他有關係的 鄉井家有關係 鄉井家有關係 你為什麼搞那麼多 來拆散那兩個兄弟 我是很想知道的原因 我希望看到這裡有一個合理的原因 我覺得不會有 雖然我剛才好像在幫他鬥 其實我只是說回故事 屁股那些什麼 我覺得他最後是給不到一個合理的答案出來 會不會成為柯南一樣 黑衣人組織一樣 不會 我覺得這個作品是沒有辦法 有那種生存能力 所以他是會完 他是會完 我覺得他不會沒有結局 是因為這個是會被迫他 第二部剛才說的 一開始的故事一樣 一樣 玩第二個故事 雖然第二個遊戲 亦都跟第一部好似 第一部剛才說的 就是我站出來 你覺得我英俊不英俊 還是普普通通 第二部玩的遊戲 就是我放了一張照片 他會在你的手機裡面 即是他自己的帳戶裡面 塞浮了一張照片 然後就看看那張照片 大家對他有什麼關卡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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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覺得這個遊戲是有賣點的 他跟著去到中間 突然間 因為有一班人 就看到 他明不明白 可能他是多點點 或是多點點 但他都要死 而他是猜中了 然後 到主角的時候 他終於知道真相 原來我第三個就是 我真的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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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可能不跟別人說 你是玩夠的那些人 有個叫Walker 他叫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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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主角去到主角 只剩下10秒 你決定 無緣無故發覺 對呀 我後面就有個台 無緣無故轉身 跑跑跑跑跑跑跑 一拍 出現第三個選項 他叫Walker 他叫Walker 沒有所謂 但這個選項是之前 一直沒有說過 對呀 他說 雖然我們在場的人不知道 但這個給家庭觀眾的app 一定會有的 對呀 或者他沒有按鈕 其實很多時候你不按鈕 那些人都不是按鈕 可能是在Facebook上 賣鈕 所以之後Facebook會出Vid 對呀 就是這個Vid 屌啦 誰是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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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都被他過 真是屌救他 我絕對認同阿天說 這個是想屌 因為我本書是文子萍借回來 我是有衝動撕 但我想是很糟糕 冷靜一點 這個真的是很糟糕 但這個遊戲其實是有賣點的 是第一張照片 千惠妹妹是文的 其中一個女角 就因為她全拿 拿張A4紙遮住我胸口 對呀 因為她拍給她男朋友看 但其實她很多網上 很多男朋友 那些應該是閃卡流出 這樣而已 但還是賣肉 但其實第二部比第一部賣肉 這些東西多了很多 還有第二部 熊馬 她本身有個女朋友 雖然她失了一億 但她也扣到女兒 而她的女兒也知道她失了一億 她的女兒也知道她失了一億 沒有衝突 然後她的女兒也知道她失了一億 但很不幸地進入了遊戲 她的女兒因為怕死 她就不認識她 她的女兒不認識她之前 她就發現了另一個女孩 那女孩 她只剩下她哥哥 但她哥哥也想不認識她 她就說不如我們互相追蹤大家 變成在遊戲中互相追蹤 他們就聯繫了一齊 這對相對相對 我覺得這對相對很強烈 他們放閃光彈的威力 是比故事其他所有的座牌 第二部我覺得她在人物方面或女方面是多了很多 是吸引了這方面 但我比較喜歡第一部的女孩 超姨 因為她是貓熊 貓力士 第二部的女孩是剝得很狠 她不願意穿衣服 不如我們把她全都搶走 應該會比較多 尺度有些難過 她又蠟燭又盡 其實尺度已經很盡 每一頁都是這樣 和有幾頁都不同 第二部的遊戲玩完了 第三部遊戲也是一樣 她也是要你賺錢的 騙LINE賺錢 騙LINE的方法就是17 可以像達哥一樣打遊戲 又可以像洞肺一樣做節目 有個是護偶的 有個是搏野的 有個是找刀去刺別人 叫她殘叫的 在那裡殘殺 看著她殘殺 即是要兩個人可以做 即是死亡直播 因為她的設定是這樣的 她是否有 鎖你一間房間 鎖你一間房間 兩個人 一對夥伴 可能是男生 可能是男生 你自己選 對 夥伴 進去之後 就告訴你 你現在就是NiccoNicco 總之你網上直播 越多人喜歡你 你的錢就會越多 越多人貨 看看有多少人貨 當然 當然 我自己其實挺喜歡這個遊戲 這是第二部唯一這麼好的遊戲 因為她真的很能給予那種網絡世界 怎樣罵熊熊 為了一些事情 而且她是說人性 你怎樣可以做得欺騙到最多 就是脫衣服 脫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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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在那裡 哥哥說 其實這個遊戲的惡趣味 就是在於 你怎樣是 人性的越來越想她 做得邪惡一點的 看到這裏 我剛好想起 上個月 有位日本的朋友 燒禮的時候 在街上直播 真的有點像 那種感覺 然後我想說 有人上載她的影片 就上youtube 幾百萬view 而最慘的是 不是她的 那些廣告費 都不是在她的袋裡 她是超自交 給人家發財了大 都不是發財 讓人家有錢收 大致上就是這樣 但是小蕙第一節 說得很好 就是那些人賺錢 就什麼都做得出 關乎這條命道的時候 就很冷靜 即是 要是直播的時候 女兒就在那裡 直播 反而剛才也是 第一個遊戲 unlike那個 沒有什麼特別的人 去想可以怎樣 大家就隨便 還會死的 那些人賺錢出來都不 對 沒辦法 要是死 要是不死 有什麼好努力 但你錢不空 很涼快 你命中一條 要是死 要是不死 沒什麼好努力 又不會不生不死 對 但你不是錢 你不努力 沒有錢 有錢 生活者好很多 這個完全是灌輸錯誤的觀念 做現實 這裏看到現實的人都有做這些 現實的人是會做的 但當你在遊戲中關乎到生死的時候 但突然去賺錢 但那些人比求生的時候更努力 你會覺得 想不到的 沒有辦法 平時也做這些 一運錢 知潮傳湧 什麼都想到 平時有做開 還有他直播打電話的女人 因為他結了五分 然後他找一個男人出來 跟他打電話直播 然後他老公看著他老婆 就跌倒了 然後他就死了 這個位置其實也很有趣 我自己覺得 他也會扣回那個大設定 就是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去到這麼盡 你都要想一下 現實世界的人 你不可以為了錢 不足手段 但我喜歡這個遊戲的 就是主角過關的 那條條 那條條是 那條條是這麼多遊戲 就變成主角過關想出來 是最合理的 和最好 之前那些真的純粹覺得 你主角不死 都要選擇 主角威臨 很強硬要說到 好像這件事很圓滿 但是這段是真的 你未到開股都不知道發生的 那一刻是覺得 那一刻是拍手掌 那一刻是 這段是真正的 這段是 以主角過關來說是最好的 暫時這段是最好的 都應該不會有東西超越土 我叫你這樣推進 因為之後那些會越來越懶 因為他已經離開了CAMDRIP 現在現實世界都在玩 穿不穿這條條 穿不穿 我覺得未必會說了幾次 女主就說要脫衣 沒有啦 那唯有脫衣騙 旁邊的桌子都在脫衣 不是我不脫衣 其實我覺得這條條是好的 因為他只有男主角一個like 只有紅馬一個like 他又不會有人在外面突然不like 其實紅馬走去強姦他都可以 更多like 而且大家也不會迫 對方沒事的 但真正這條條呢 主角無端遮著鏡頭 然後把自己的電話放在鏡頭前面 應該這樣說 他說他的鏡頭的鏡頭 就是出現了馬寶寶 馬寶寶 即是吉祥蜜 即是他整個real account裡的主持人 一個吉祥蜜的人 然後就說了一段話 總之現在你們看到這個畫面 已經植入了細菌 還是怎樣鋁在腦裏面 每六秒就有一張可樂出來的 即是FORWARD數最多的通常都是假生物 總之看完這段片之後 幾個小時後你就會死了 反而是這些會令到現實世界的觀眾 反而他突然在心裡悍悍悍悍 那些幫助人 不如看看這個人 你要看關鍵的東西 有沒有什麼要公佈 有沒有解救方法 最後發覺原來就是主角拿到自己的電話 做了一張吉祥蜜的樣子 再自己配音讀後應那段 然後那些彈亡就飛了出來 混蛋了 殺死你 那些人渣 主角也很靈魂 他過來找到我 你就對撕我 我隨時都會死 那百萬收視率就頂你 總共收了一億回來 一億多 這就發揮到他本身的故事設定 就是遊戲和外面的旁觀者的聯繫 網絡世界的那種現在的玩法 這個作品本身的狼狼是很過癮的 因為就是在說 你做一些外面的人怎樣看 既然裡面有發音在裡面 所以剛才一直說 如果拿他跟要聽神明的說 做一個對比的話 我自己覺得要聽神明的說話 始終是他們那群人 就是參加者在玩 或者是他們和遊戲主持人的一些博弈 但真實是在說 其實他是真的想鋪一個網絡的現象 多於他是想玩一些遊戲 怎樣鬥字鬥 這套東西想說 在網絡世界裡面 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跟神明的說話是兩樣東西 但是神明的說話 做出來的東西是比較混淆 因為他對著的就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的網 那種互相鬥爭 你不死我就會死 變成很多東西的 我殺死你其實是合理化 如果你不死我就會死 但這裏不是很多 很多是發生了 我不喜歡就跌倒你 就死了 即是不合理 正常人都不會覺得 我看著這條死無動於衷 它搞到整個現實世界 很多人都是給人命 不是這樣的世界 你隨便說到日本就很冷漠 我沒有話可說 可能這個故事發生在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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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更精彩 所以可能那個故事發生在微波 開心網 開心網 也很開心網 差不多 之後 之後 他的高峰已經完結了 高峰過後 然後他遇到插水之類 好像之後 他玩到遊戲之後 就跳回到現實世界 他拿了錢之後 其實還有那個扭蛋 還沒扭蛋 玩完那個之後 就是網絡娘娘 就是你有一個巨人 你要討好他 不然他就會變勾 其實就是你現在的觀音兵 如何討好娘娘 你很傻 很辛苦 你真的很可憐 你真的很累 娘娘 就是這樣 最後就發覺 原來他是偽娘 網絡人妖 這不是娘娘娘 兩個 就是 delle娘娘 量量是妖娘 呢 破解了網絡人 跳下去下一個遊戲 我此開始是很喜歡他的設計 就是《以毒不掘滅計劃》 大家在一個城市裏面 互相傳到方式 sung gibt A傳到B B要如果要彙310 以後 會回復 一按回腹 就會自動隨意 傳出去 就是可能會有C VD 不知道會給誰 總之每人都有30秒時間去按回覆這個按鈕 有點像那些文字接龍那些遊戲 你接不到就這樣 遊戲的玩法就是要死剩300人 或者三分一 我不是很清楚的數字 如果要死剩某個數的人 這個遊戲才會完結 由於每個人都有30秒時間 所以只要不死的話 基本上這個遊戲是不會完結的 所以其他人越來越來越多就會不睡覺 不知道幾時會有信息 也必須在30秒之內的回覆 所以人們就開始精神崩潰 由於主角是一對雙雙人 就好一些 我睡兩個小時 我幫你看著我的電話 即我睡兩個小時 你就幫我看著我的電話 那我起初是 我都會在想 這個遊戲可以怎樣贏呢 那本身 都覺得好像有點有趣 怎麽不知它玩下去之後 它們都出現了我們現在在LINE上出現那些Stick Card 你要買Stick Card就可以發出圖片 例如LINE很流行的那些紅帶 八婆套那些 你儲齊一套Stick Card就可以通關了 要45張 儲齊45張就獲得通關第46張 Extra 其實我很不喜歡 這套作品整個中間忽然轉了GAME屋 所以Tim第一節就是經常轉了 很厚切 極多厚切 儲齊Stick Card我都還可以接受 儲齊Stick Card的方法就是有一間扭蛋店 他走下去扭蛋 他扭過一億去扭 他有一億他什麼都扭到 他扭扭扭扭扭 故事其實都很直向 他不斷扭蛋 扭到那麽上下 他就突然間 主角就扭 極都扭不到44號 因為Trump 應該說 她的女兒 都有幾千萬在身 都扭到 就扭剩兩張 忘了剩哪兩張 總之那女兒一定有44號 但是因為他們不可以交換Stick Card 變成兩個都通不了關 然後他們最後都扭到破產 原來那些錢是可以撐傷的 那些人集中這些錢給那個男主角 然後扔那個男主角再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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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他扭出來後才 turned去然後已經 gli通關 就是大約45張 gross 剛才才獲得了通關了一張特別貼紙 只要他 vaig把Stick Card再傳ア出 當然他曾經被偷了一張Stick Card 原來其中一張Stick Card 好像是39號 ссылerte可以偷瞞了好那張Stick Card Kiev Cibek 其實我沒看到這個位子 其實他一開始就把45張Stick Card 這不是Hunter來的 對是Hunter那段 Chamlin之道那段 對呀 草齊100張 抄得這樣 抄得不重要 抄得差嗎 他未出來之前 因為他已經輸了45張Stick Card的功能 我明明看到39號是搶了那張Stick Card 你搶了那張那張44號 你就贏了 為什麼你要這麼苦惱呢 然後當他被這傢伙搶走了那張Stick Card 對呀 原來可以搶人 然後被人搶了T 問題是你有一億 你是重複了很多張39號 你就搶兩分了吧 有誰搶得贏了沒有 你是贏硬的 鬥搶的 他刪除了 在他刪除之前你是可以搶回 反應嘛 你反應快 知道那張卡可以這樣用 我看著你整條圖寫在那裡 你是否當讀者是盲的 不是 他們裡面的人盲 你說主角藥字看不到 我可以接受的 但你曾經發出這張Stick Card 而主角看不到 我就接受不到 嗯 我看到你這裏之後 我就很好奇 為什麼之前會買下去 我想看後面那些 他買了很少錢 不是的 他要這樣做 因為他要告訴你 他是一個更聰明更聰明的方法 去突破這個遊戲 就是他用了那些Stick Card 的Combination 因為他有些是可以增加回復的時間 可以增加回復的時間 然後再指明給下一個 他用了類似的Combination 就是令到那個回復的時間 超越了某一個現實的時間 不知幾天 他說我們現在可以回復的時間 都過了你整個遊戲 那十天的時間 其實我們都不玩也不會死的 其實你已經做不到你要做的事 對不起 就是跟那個馬普奴這樣說 那個遊戲主持人說 我要生氣了 被你這樣突破了我的遊戲 咦 不玩了 馬普奴跟你說 但是 我沒有說這樣會結束遊戲 我沒有說這樣會結束遊戲 繼續玩呢 你就可以不傳出去 就繼續咯 等到十天 因為十天之後有生伺服器 你以為是死 其實本身呢 我覺得他如果肯說 他最後的時間 比伺服器更長 那樣被他過 都勉強 我都覺得OK 而他早前掌插的時候 是什麼呢 他又把那個Message 即是用了那些Card的功能 彈到那個HOST 那個HOST就馬上回覆 然後又說這樣 只能夠被你們過關 我心想 我屌你老母 你的Card可以這樣用嗎 如果這樣可以彈到HOST那裡 之前這樣隔膠眼裡又不行 現在這樣被隔膠眼弄死HOST 又可以的 即是什麼都你說了 是 其實他隱藏了一個小出橋 即是 未必每一個人看的時候 都會有想 就是 那誰發出第一個Message 主角就是突然間 嚇到這個人 所以第一個發出的Message 就是一個HOST 所以就指明這個HOST 一定要回覆 有些是SERVER 即是HONG KONG POLICE 那個SAMS 都不是他們的 對啊 如果你弄死的PC 都沒有用 然後主角就弄死這個HOST 他用的方法就是 因為有張Sticker可以把 你上一次覆人的正餘時間 扣下去 即是30秒是他們的時間 又減少是正餘的時間 因為他們剩下幾天 30秒減少幾天 即是等於零 甚至是負數 所以那個HOST 是完全沒有任何 沒有機會可以回覆 一收Message就死 所以他才叫做贏 其實我以為是要看遊戲 但他突然間出現了一個HOST的問題 我就很認同TAM所說 你真是猶人是猶人 混蛋 很不喜歡看到這個位置 這個很眼高 實在很低 而且之前的遊戲 都是他切了一個局 然後他破局的方法很笨 這遊戲是做了三個破局的方法出來 而三個破局的方法 裡面有兩個是笨 即是我覺得好像兩個小朋友在打架 我反彈還是反彈 真的 我覺得去到這裡 其實作者本人 其實他還沒想到下一條橋 都想不到橋 拖著先 扔著先 原來也要再弄下去 不會完整 因為他還沒想到下一條橋 其實轉了周巷之後 其實他想不及 那你轉周巷的方法 是相對快了的 即是想想 如果你之前這裡 其實已經是四倍時間 你用了 是啊 所以其實他這裡 真的完全沒有 所以後面的方法 是更加沒有 後面的方法 我已經忘了 後面的方法 後面的方法 就是玩點博 黑歷史祭典 然後黑歷史祭典 我自己沒什麼想說 因為最後一群人都被人抽出來 就是連續世界 玩了一個所謂的互動遊戲 就是逃離遊戲的人 就會有一個Mark 在身上 QR Code 只要你拿到 總之你只要拿到 電話拍到 那些人會死而拿到 首先 第一 我覺得 那些親害者是弱智的 每個人都只想走 撲到街上 你就找到 很難的QR Code 屌蠻 好 都算了 那些人想拍到他們的人 就說 不要緊的 我們不要散 我們真的拍照 這樣都說得通 這個世界真的沒有王法 最好笑的是 沒有警察 沒有警察去阻止他們 你會覺得那件事很匪夷所思 有一個小小的兜 警察可能被VIR卡的公司說走了 那你要說 我很寧願說警察有份拿著電話拍照 都可以 你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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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在自安 就說 那些人不肯是殺人的 我拍照 哇 屌你老母 即是 我見到一個人站在圓崖旁邊 下面踏在服務板 然後我扯了一塊木板 讓他自己掉下去 然後說 我不是殺他 我們都是扯一塊木板 你不會這樣解釋 這件事是吧 所以其實很貫徹始終 那些人為錢做什麼都可以 對 為生命就隨便 死就死 沒有辦法 誰都會死 死了多少錢 你不死就沒有錢 你不死就沒有錢 那一刻就折虧了 他死就我有錢 不如他死吧 就是這樣 他們為了生存 好像不是這麼拼命 但他們為了錢也很拼命 這是這本書的主旨 聽說兩個女角都是按鈎的 你明知道被人拍到一張照片 你會死的 他老母去去洗澡 除了光脫的去洗澡 好像說 泳衣 他們的理解是 因為電話不是防水 因為電話不是防水 這個真是邏輯之大人 那個世界是沒有Sony 就算你全部手機都不防水也好 我這麼多人夾你出去再拍都行 你是不是低能 否則我有1億的話 我沒有相機說是有多錢不去拍 他純粹是為了剝衣而剝衣 我沒有所謂 外面有一個捉卡 就先躲進去休息 但我想先說回之前的遊戲 閃火那個 因為這個其實是頗重要的 因為他有些像第一部尹黑歷史的遊戲 這個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但我覺得重要的是 他回到主線位 有說到主角 人格分裂第二人格 這個要說 因為如果不說 你說到後面說 捉鬼這個 有些地方是說不到的 因為燃料 即是點火的 其實就是把自己的黑歷史丟進去 其實你這樣看和之前的黑歷史裁判是不太分別的 對 人格把黑歷史丟進去 開頭扔自己 第一回合是扔自己的 第二回合是扔自己的 第二回合會撈亂一些手機 你看到別人的手機 扔別人的手機 這樣就是 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對 不過其實我覺得 你說說黑歷史那件事 有時候是 你自己覺得是黑歷史那些 其實人家看起來很無聊 對 不是什麼juicy的 我又不認識你 你覺得好像很黑的 真是滿到複雜 對 真是很關心 關個鬼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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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打錯字 對 打錯字 如果你是完美輸的 問題 我覺得是甚麼 轉身是甚麼 標準其實是很奇怪的 老實 講起大家的Facebook account 或者電話黑歷史 我只是想起一件事 就是陳冠希那種 可能你曾經是他的粉絲 還要分享他的支持語句 那些都是黑歷史 我應該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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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人在人家的牆上 悼念李旺陽的時候 穿著黃色衣服的時候 我知道那些人有問題 我應該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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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說 甚麼 這個72間租客也挺好看 編劇挺好 那些 沒有 我沒有 我立刻把自己的 我立刻把自己的 想起來 三人坐下四十 這套真是很香 很道義 神劇 真是應該去看 不知你經常交換 對 固然之我明白 每個人 對所謂 應不應該收屍是有一個標準 但是 你要讓我感受到 那件事是收屍去死的 你是不是應該一些 比較 Universal的東西 例如 可能你是 冠A那種 阿嬌那種 比一百萬個人試過那種 那種 如果 大部份情況 應該都是喝醉的 手指 才報出來 第二部那個 有些人 沒有甚麼正常的 應該是最爆的 其實 沒錯 第二部那個 真的是大件事 第二部那個是看電話 第二部那個是看電話 我又覺得比較少一點 對 沒錯 好像說到 我會把我生活的所有東西 全部放在水 對 因為你這些是真的 曾經放過上去的 即使你之後 在你的腦裏找一些東西出來 所以我覺得奇怪 真是瘋到這樣 其實你應該去猜 大部份人應該都猜 好像大叔那些 除了衣服 KTV那些 真的要刪除 這些真的是黑歷史 但是你說大部份人 我相信都可能是 喝醉酒 不定 有些就是 跟X分了手 然後在那裡點 那些不定 你之後沒事之後 你都很想點 那些東西 通常 這些反而是 可能性大過 你又說殺了人 那個又推婆婆下樓 那些 應該都不會說出來 第二部 其實這些是合理 大件事 例如有個教師 女校教師 然後說自己是有一個 門交的紀錄冊 在那裡 就是誰都搞的那些 不是 他之前先踢了那女兒的 那些罐禮的照片 然後有另一個女兒 又說 他說 你不是有一個門交 那些是 你們當是電腦 因為大家用電話 已經當是電腦 用 一些比較隱藏 但是 我理解一般人的電話 沒有那麼多 這些東西 最多都有照片 還有 問題是 他的遊戲 是用real name 是 你用你真實的名字 你一個人 你給我 要我用真實實 實名 就是 我想我所有東西 都是很正面的 今天天氣真是好 不是 亡子華華齋 難道我會告訴別人 在日記上寫 這個我喜歡的女兒 MISS嗎 我只會寫 安事之亂是假的 如果你是 真的用你自己的真名上去 你還是說一下這些 你不怕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同事 去搜尋到你 那些東西嗎 所以他第二步調整了 他變成看你的手機 就不是 好一點 但是我也不相信 我自己的小朋友 真的沒有這麼多 古靈精怪的東西 而且因為你有些太過黑歷史的東西 你不會放在電話上 你會掉 你會覺得電腦不會掉 是不是因為香港有陳冠希事件 所以大家比較 電腦知識的安全意識 比較高 但是這個故事 最終的結果就是 主角 就被人家人家的情緒 然後被人家人家的情緒 然後被人家的情緒 突然被人家暴走了 它被人家的情緒 然後被人家刺激了 然後被人家的情緒 然後被人家刺激了 它在絕網的心淵裡 我不記得水雪是怎樣搞爆它 他說他有幾樣東西 說他一直想幫人扮好人 因為他錄了別人 多謝他的說話 因為他失了憶 所以他覺得身邊所有事情都是沒意思的 他對朋友的友善之以此都只是扮出來 這個位置其實是很昂貴的 因為我竟然忘了這個位置 因為看完這個位置之後 熊馬本身都覺得很不安 因為身邊的朋友都會覺得原來他一直大假面 那我替你那些朋友都不追蹤他 對呀 無所謂的 含家產那些人都沒有當過你是朋友 連他也不追蹤你 但我猜不到的是特朗普會走出來 原來一直以來都會騙我嗎 我替你那些人一直以來對你多好 他對你好或好 不是 就是 我拼了你多久啊 小姐 我騙你 你不是跟我說 對你不像以前那樣 我拼了你多久啊 未過三天 對呀 就是 這條女兒真的 所以我是喜歡第一部那條女兒多過第二部 我覺得這條女兒很煩 是 有一個煩家 整體來說 整本書裡面的角色都是按鈕的 全部都是她的反應就是 我們對一個人的反應就是會看當時特定的一件事 原來你是假面具 原來你是混蛋的 他不會想我之前怎樣去認識你的過程 你怎樣對我 我們之間的相處 你是那些什麼人 他全部好像所有的人都不會這樣看的 我只是在眼前我看到的一個事實 不是說一個女人 是所有的人都是這樣心態去想的 你不讓我 但是我想說的是 其實我覺得不是因為她想什麼簡單的東西 而是錄下所有的人跟你說多謝 即是不斷偷拍這件事令人很不安 根本是偷拍她錄音而已 偷錄的 我錄下別人跟你說多謝有多不安 還有關於差事嗎 那件事是如果動輝你們主持的電話裡面 是有動輝費物六周年生日快樂 你保持著她會很合理 你當Jingle自己幫幫人聽了 你很傻笑 如果你說那個男主角是影響了她拿照 我都還明白 或者你看到她拿著她的聲音來打飛機 我都明白 你只敢錄下她的聲音而已 我完全不明白為何Trump突然覺得這傢伙不可 Trump覺得不奇怪 她一向都很傻笑 她從頭到尾都很傻笑 所以中間有些人打算跟她組隊 人家說你追蹤她 她遲早死了 她遲早死了 就連你連你連你連我們 不如你追蹤她 其實她說得很對 對 因為這女生真的沒有朋友 她哥哥也不理她 所以阿哥 但我覺得阿哥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這女生是吵吵的 所以我可以吃著她 死就不要 吵架 她已經超越了吵吵的 她已經超越了吵吵的 而且這本書也證明了 她說得很大很多時候 她是沒有腦子的 也是事實的 不是想著勾引阿熊馬那女生的腦子 她的腦子更大 難道不見到她有腦子去哪裡 當然是 不就是 都是狠狠狠的 不知道她在做什麼 她好像真的沒有用過自己的腦子去解決問題 我記得有一個很知名的台灣blogger 他寫過一句說話形容 龍虎門也在阿派落這本書裡 就是什麼呢 本書經常描寫到主角有IQ160 但是很可惜 作者都60 所以她寫出來的角色都只能夠60 所以你說比起上來 你說跟要聽神明的話 雖然要聽神明的話 第二部尤其是越後就越敏陣 越看越想撕書 但起碼第一部和第二部中期去到 都還是好的 我自己覺得也會更好看 神明的話第二部尤其是 雖然有些遊戲越不好玩 越不好看 但她整個 你不會覺得好像完全不適合她 就算她的遊戲不好看也好 我都很希望看完她之後怎樣玩 但我覺得你很多東西就是 你身邊的人的反應是你堅持下去的 我覺得反應是作者 她不是真的很了解人性 是的 你理所當然覺得她們要這樣 跟著故事才可以去 即是她想玩一些網絡構 但其實她不是真的很了解網絡生態 有時候你的人 反而越噁心越喜歡 如果她的角色本身就是搞笑的 越噁心越喜歡 她反而經常做一些醜醜 反而很多人追隨 所以在最後我投入不了 我覺得人們不是一定有這樣的反應 如果人們沒有這樣的反應 你的故事這段是去不了的 你是硬要為了故事去完之後 去設定這班人一定要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我都是看不到這樣 這些是你覺得是這樣 只是你一個人的反應 我反而很喜歡她第一部 《課筆對版》 《美濤秀秀》那個網絡偶像 她最後那段比那段 我覺得很棒 她那班追隨者是很大意想念的 我們陪你一起死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在聽你的演唱會 我覺得很棒 她說這些就是偶像澤之間的毅力 是偶像澤 我們陪你一起死 他們是很光榮的 那幾個 我們可以陪你一起死 這個可以說是她對網絡世界裡面 算是最真實的描述 可能她自己是你真人 反而那段我覺得寫得不錯 但其他那些就有點不太合理 我覺得她合理就是 那些人是弱智 和那些人是貪錢 那些人真的很貪錢 那些人真的很貪錢 那些人力又突然高了很多 智力又高了 那些人 然後減暴的是 當她見到她弟弟 即是要見到Dong的時候 連Dong的性格都變敏 為什麼一出來變成另一個Dong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故事 這套故事就是告訴我們 如果你的遊戲是賭命的 命就不要緊 錢就比較重要 賭博密洩錄 明明賭錢 但錢就不重要 命就比較重要 即是反過來 原來我們一直玩錯遊戲 沒錯 即是這群人可能在賭博裡面 是非常之厲害的 即是賭博那群人過來玩 他們那群人是每次都賭命的 你跟他們說賭錢 那幾千萬的一定會輸完 玩到賭命就贏了 原來是這樣的 我們看真實的東西 就是這些真實的東西 這是去玩的 他的真實帳戶就是你的BANN account 原來不是real account 是BANN account BANN account 我們今個禮拜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聽預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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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